嗨,大家好,歡迎收看無聊實驗室 如果要喝汽水,你比較偏愛可樂還是雪碧 如果現在只用紋的,你可以分得出哪個是可樂,哪個是雪碧嗎? 今天我們就來實驗看看,只用紋的能不能分辨出可樂和雪碧 實驗開始 這是可樂 這是雪碧 這是雪碧 這是可樂 這是雪碧 部分開箱 這是奶茶 這是奶香精宣高山茶 用文的可以分辨出可乐和雪碧吗? 答案是 可以 其实有一部分的人 是没有办法靠嗅觉和味觉来分辨可乐和雪碧的 原因是人在吃东西的时候 必须同时依靠嗅觉、视觉和味觉 才能感知味道 所以如果失去其中一个感官 就会大幅下降对食物辨别的准确度 但是小编一闻就知道是可乐或雪碧的味道 所以还是有一些嗅觉比较敏感的人是例外的 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可以帮我按个赞 并关注新凤鸣海外旗舰店 要是你有想到什么超级无聊的时间 想让小编替你做做看的话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我都会亲自回复哦 那我们下周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